没有错 我不是说我要一碗水断屏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站在任何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妈妈也没有错 大宝会感到心里不舒服 也没有错 对不对 我妈妈就是阐述了两点 第一就是说 我们家的条件不差 我女儿跟你在一起 不仅没有高攀你 而且你可能比我们家还差点 第二就是 小慧的事情上面 你都没有能力保护我的女儿 我怎么能相信 你跟我女儿以后在一起的话 你能保护好她 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问题 给我解决掉 然后你再考虑说 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可能大宝呢 会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首先接受不了说 原来我家里面的条件 还是不错的 第二是 我妈妈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确实有一点不礼貌 不管是因为她没有认出来 这个是我妈妈 她不敢相信 这是我妈妈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妈妈就觉得说 这个孩子 总体来说 离她理想中的女婿 不管是说为人处事 还是修养各方面 有一点点差距 然后当大宝 本身就第一次见我妈妈 没有做好一个 很好的礼貌的情况下 然后我妈妈又这么说了她 大宝可能是心里面会想 那这个电话是不是 有堂堂自己的想法在 就是我会不会心里也觉得说 有跟我妈妈说 我在怪她 在小慧这件事情上 没有保护好我 或者 在怪她就是说 你看这个傻子 一直看不起我 然后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比你强多了 可能大宝会有一些 胡思乱想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然后 那个 觉得妈妈已经 其实这件事情上 就是说 我真的觉得 我妈妈没错 家人们 我知道有很多家人们 喜欢大宝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 我妈妈跟我说了 她跟大宝说的这些话 我个人认为 站在母亲的角度来说 是没什么毛病的 对不对 那大宝呢 他会心里面 有一点不舒服 我也真的是可以理解 对 然后 所以说 家人们 大宝也并不是说 一直在欺骗我 或者怎么怎么样 因为大宝确实是 来到河南之后 然后见到我妈妈之后 可能才知道 我们家里面的条件 还是不错的 所以大宝从一开始 他并不是说 像你们想到 跟那些骗子一样 很早就潜伏在我的身边 然后想要 想要去干嘛干嘛 这个我是相信 一定不是的 应该确实是 因为我妈妈的这通电话 才让大宝 明白的 我认为是这样 家人们你们觉得是吗 觉得是的话扣个一 觉得不是的话扣个二 我个人认为 我还是相信 大宝应该是 见了我妈妈之后 才知道的 嗯 那大多数家人们 跟我的判断 可能应该是一致的 然后我跟你们说 这个骗子 是怎么下手的 首先 这个骗子应该在 大宝的身边 潜伏了 应该有 有 半个月了 家人们 应该有半个月了 嗯 这个骗子是怎么来的 我跟家人们讲 大宝在广州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公司 可能是在我们走之前 就是在处理小会的 那段时间 公司可能在 呃 资金周转上面 可能会出现 一点点小问题 这个具体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从来没有跟 大宝去讨论过 然后可能就是 他们做茶叶的 这个圈子里面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 客户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介绍了 一个人进来 就是类似于 就是说 哎呀什么小伙子 你需不需要 融什么呀 融什么米啊 什么的 家人们 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 就是有一个 比如类似他客户 或者他朋友 就是介绍一个人 说哎 小伙子 你这个公司 是不是 怎么怎么怎么样 啊我 你需不需要点 什么米啊 什么的 懂吧 嗯 就类似于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在 跟大宝 呃 交朋友 交朋友的这个人 就是那个 黄什么 黄什么林 我忘记他叫什么了 就是那个 他的这个表姐 知道吧 就是这个人 但是他一直就是说 以什么的啊 我是做 嗯 什么投资啊 茶叶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咱们先交个朋友 可能以后 我们生意上面 会有什么往来啊 或者是有互帮互助 有发财的机会 大家就一起 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大宝就觉得 哎呀 这个姐姐人真好呀 真不错呀 然后就一直在接触 一直在接触 这个样子 然后到大宝来 河南 大宝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人就已经 已经在大宝身边 已经埋上了 到大宝来河南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 还一直鼓励他 说 大宝呀 你要勇敢的追爱呀 对吧 对吧 你这咋能把堂堂 给放跑了呀 我听说 你最近认识 那个女孩子很不错呀 你得追呀 对不对 你不能放弃呀 所以说大宝来河南的时候 他这个甲表姐呢 就是 一直在给他加油骨气 弟弟你需不需要什么帮忙呀 我帮你找 找这个 堂堂呀 或者是你到河南 有什么需要帮助呢 你尽管说呀 我生意做的很大的 我在河南这边 也是有公司的 什么的 对 明白吧 就这样一直在 一直一直就是 在鼓励他 然后大宝就觉得 这个姐姐人真好呀 对吧 教我怎么谈恋爱 教我怎么做生意 有困难了 找姐姐 然后 包括 包括 她来 找我 第一次 姐姐还发短信给她 记得给堂堂准备花 知道吗 记得一定要给堂堂准备花 你要是不会说话 不知道怎么样了 女孩子 给人家发个红包呀 给人家 点个外卖呀 什么的 那姐姐是一点一点 给大宝交的明明白白的 知道吗 因为大宝脑子简单 她觉得这个姐姐人特别好 又教她谈恋爱 又事业上帮助她 那就不要再说了 那大宝 对 然后 等大宝成功的 得到了我的原谅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时候 人家就 开始 人家想要做的这个事情了 可不可怕家人们 可不可怕 所以为什么这几天 我把群里面都禁言了 因为 有时候家人们 你们总说 你们不早一点 堂堂你就不诚实 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说 你怎么怎么样 家人们这是互联网 我们认识一个人 我说大宝 大宝是一个单纯的人 不代表大宝身边的人 都是单纯的人呢 你们是好人 你们是知道我怎么样 你不会怎么样 不代表别人不会怎么样 你们还说什么 不诚实啥呢 那你见过哪个 家里边特别有的 天天在互联网上 在这显摆啊 我跟你说 真的显摆的 都是没有的 真的有的 一个个谁都比谁低调 家人们 你懂吗 谁也不想 这就是 结果 你 你总是这样 你让人家知道 有有什么好处来 真的 真的有的谁敢呢 谁敢漏啊 我说实话 谁敢漏啊 对不对 我可以说 我对家人很真诚 我也不可能把我老底全告诉你 全在直播间说吧 这家人们能理解吗 因为人心叵测呀 咱就这样 这么 就很低调了 我什么时候你看 我炫过房 炫过车 炫过啥 都能被人盯上 那些真的炫的 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 他有的话 他早遇见这种事了 我跟你们讲 所以咱们一定要低调 真的 一定要低调 你看我真的什么时候炫过这些东西 一样会被人盯上的 那种天天炫 爱说户眼上都好 我跟你说他绝对骗人的 他绝对 就是说 一分没有 真的有的人 一个个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有 没有的人 天天在那炫炫炫炫炫炫 一定要低调 真的通过堂堂这个事情 所有的家人们你们一定记住 一定要低调知道吗 真的一定要低调 所以说 大宝就等 跟我 这段时间已经很稳定了 状态很稳定的时候了 好 这个姓黄的这个女的 然后 就说 怎么样啊 你跟 你跟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大宝来 傻呵呵的 傻呵呵的就跟他说 嗯 姐啊 那个 我办错了一件事 因为那天晚上他见了我妈之后 我妈给他打了电话 晚上我不是自己直播吗 他不是自己回酒店了吗 很沮丧 因为我妈妈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又发现 他第一次见我妈妈的时候 表现很不好 很没有礼貌 他就说 姐啊 那个 我 我好像见到堂堂他妈妈了 然后 但是我第一次见他 很尴尬 我也没有发现 那是他妈 也没有礼貌 然后 他妈妈又打电话 有点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块 还 还说了一顿 哎呀 我才知道 原来堂堂家条件挺好的 呀 姓黄的就说 不会吧 弟弟 他家条件还挺好的 那你都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 你都没发现呀 大宝 你可真是个傻瓜呀 这可怎么办呀 弟弟 我跟你说 你找一个人家条件比你好的女孩子 你要是不给你丈母娘 整的明明白白的 人人能接受你吗 你说你有啥呀 对不对 那大宝就慌呀 对不对 他就给大宝拱火呀 个人的拱火 然后说 我跟你说 第一要跟你丈母娘安排 明明白白 得去买东西 买这个买那个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事业 一定得做出来点成绩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广州这个公司 就以你现在的这个实力 你还想跟人躺躺好 哎呀 我跟你说 你家他家的门 门你都别想进 怎么怎么样 就开始各种洗 你知道吧 就各种 各种洗大宝 那大宝的危机感 是不是出来了 大宝的自尊心 是不是受不了了 对吧 两人就开始合计着 第一 给我妈妈送礼物 第二 怎么把广州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怎么越做越大呀 你没有米 你怎么越做越大吗 对不对 那 那 先往往肯定说 那你 堂堂家里面 你好意思问人家要吗 对不对 虽然你未来女朋友啊 可能以后老婆家里面挺有的 你要人家一点 人家能看得起你吗 对不对 大宝的那么爱面子 一个人 哎呀 算了吧 姐姐帮你吧 姐姐帮你一把 对不对 但是以你这个实力 以你这个条件 你说 这么大一笔钱 说八十个 一百个的 也不是说你能拿出来的 你说你 你拿什么 你就是我 姐姐对你再好 咱们关系再好 你是不是咱有个什么 什么物件 你给我压一下呀 家人们听得懂吗 就你是不是 带有个什么东西 你给我压到这儿 就是让我 有个安全感 对吧 那姐姐不能说 说 教你做生意 给你干嘛 干嘛的 对吧 那我 你是不是再整点啥 大宝说没有啊 那就老家有个房子 就老家有个房子 老家房子不值钱 知道吗 不要 人家不要 姓黄的就说 那姓黄的就说 你啥都不用压 对吧 咱们什么关系啊 弟弟 我能 我能让你压房子吗 对不对 不管是为了你的事业 为了你以后的爱情 那你能 姐姐能这么整你吗 你不是说你那个 女朋友家还可以吗 对不对 都不用 都不需要他妈妈 怎么怎么样 你就让你女朋友 过来签个字就行 因为人家 很清楚 大宝认为 只有我妈妈有 但是人家很清楚 我自己是有公司的 我本身是有公司的 我名下有什么 人家 看我直播 早就摸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然后人家要说 那他 大宝就说 那他妈妈有 又不是堂堂有 是不是 堂堂他啥没有 人家家里边有 你让我 你让堂堂钱 有啥用啊 那 那新黄就说 那 那姐姐不就是走个过场吗 姐姐不就是走个过场吗 我要是真的不信任你 我还 我还要走个场 我还要走个场